近日前卫福部玉璃医院新任院长简宇佳拜会县长徐真卫之后 卫福部花莲医院新任院长林彦雄也特别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陪同拜会了县长徐真卫 除了感谢双方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作 也期许地方和中央持续攜手来强化东部医疗服务量能 近日前卫生福利部玉璃医院新任院长简宇佳等一星人 拜会县长徐真卫 卫生福利部花莲医院新任院长林彦雄等一星人 也在日前由卫生局长朱家祥陪同下拜会 徐真卫再次感谢卫福部花莲医院疫情期间与县福一同携手抗疫的成果 华一新任院长林彦雄曾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璃分院服务超过十年 也曾在花莲慈基大学任教四年 如今接任花莲医院院长一职 显现自身与花莲的缘分深厚 且盼未来与县福积极整合各方资源 推广社区医疗体系 建构完善东区医疗服务 徐真卫表示 过去两年台湾受到新冠肺炎肆虐 感谢卫福部花莲与县福一同面对疫情 不仅第一时间成立专折病房收治确诊患者 更协助县福配合入校为学童接种新冠疫苗 也期许未来持续携手合作 强化东部医疗服务量能 建构完善的社福体系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